大家好 又是我 曼徹特 上集說到騎士有夢想之餘 又有前途 究竟誰才有條件做騎士呢 當然是我 又高大又威猛 騎馬都認過人 現在不是選見美先生 不如我們聽聽校長怎樣說 其實我們定了條件很簡單 16歲以上和中四以上的程度 我們就已經可以考慮了 我想最重要是學生有一個很積極的態度 而且他們最重要是有這種熱誠 我們是感受到的 所以他們來測試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莫爾文Mandy 是馬圈中小友的女性拆劇員 不如就等Mandy和大家分享一下 做拆劇員的基本條件吧 首先你要對鄭馬有愛心 還有你要當他是你一個朋友 照顧他 看待他 這就是最基本拆劇員應該要做的事 一定要有誠意去對待這份工作 還有要抱著一個很正面的態度 去處理日常不同的事情 嘩 說得很吸引 我也想參加 我105磅合光資格 你女生人家學甚麼人騎馬 嘩 現在大把女生騎馬 有甚麼問題 那倒是 校長都說了 只要有熱誠你有投入的話 就可以參與這個行列 但你又知不知道騎師究竟有多尊 沒錯 下一回我們又跟大家 撕開騎師神秘的面紗 帶大家看看 建習騎師學校是甚麼一回事 要加入建習騎師學校 就必先通過9項的體能測試 而剛剛我在做的就是測試我的柔軟度 記得練了才來